借由镜头展现台湾的风土人情 唤起大众对土地的联席 台湾之美摄影连展突破传统 在开幕查会当天特别邀请名媛来朗诵 媒体诗人港督电台孙国祥副董事长 为摄影展作品写作的诗词 我是跟健杰是好友了 那他这个传过来 把作品都传过来 我觉得他们的作品真的不错 那我就说好 他说希望我帮他写一点诗 那我刚好就把他们的作者的名字 跟他景色砍在一起 然后根据他这个摄影作品的布局 然后写了大概都是 有的写新诗 有的写七言 这个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很好 那也激发了我 要想写这个诗的感觉 所以能够让我的诗可以跟他们的作品 跟着他们后面走 这个沾沾光 这是我觉得很高兴的事情 如果这个诗可以跟配合他的这个图 一起朗诵起来 那应该是比较跟相得意章 就请一位我们南台湾最美的声音 陈明志小姐她来帮我朗诵 除了有摄影展作品实施朗诵外 还有明媛节和摄影作品肘秀活动 邀请高雄市美之礼仪造型职业工会 明媛家里基附化名品VIP肘秀 让民众有耳目一新的视觉经验 史方新闻黄慧如黄开姐高雄采访报道